1931年2月呢 关于谦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他父亲呢 给他取名叫于谦 他属于谦字辈 他姐姐呢 叫敏谦 哥哥叫迪谦 父亲呢 就管他叫于谦 无非呢 他自己解释是认为他是多余的 母亲呢 是因为啊 这个 怕这个长大了以后啊 因为这个名字呢 觉得受到了伤害 后来就把这个多余的余字呢 改为了这个 余公余山的那个余 就愚蠢的余 他母亲希望呢 关于谦以后啊 这个长大了以后 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 所以呢 关于谦自己说 他其实很喜欢 他母亲后来给他改的这个字 到了1935年 也就是关于谦四岁的时候 他父亲啊 突然辞职了 独自一个人呢 就离开了这个岭南大学 不知去向了 这父亲呢 这父亲呢 突然出走啊 一下子 这家里边 经济来源就中断 幸亏呢 他的父亲一位好朋友 呃 就为他母亲呢 在这个北平 燕京大学富小 找到了一个这个当老师的这么一个职位 于是呢 这个关于谦他妈就带着这三个孩子离开了广州 跑到了北平 在燕京大学附近的一个叫海淀的地方 安了家 开始了新的生活 呃 等他们到了这个北平呢 关于谦已经五岁了 在他的记忆中呢 在北平那个家呀 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四合院 前院呢 特别小 种了有那么一棵这个 呃 槐树 地上呢 就这么长了的都是那个野花野草的 嗯 夏天能听到这个蟋蟀的声音 但是他觉得这个院子是他童年的乐园 因为母亲呢 每天都要去学校去教书嘛 所以呢 这个负责看管这三个孩子的 就是他父亲的姐姐 也就是他们的姑姑 这个姑姑啊 其实也非常的不幸 因为呢 他们这个关于谦家的这个爷爷奶奶呀 去世了以后啊 他这个姑姑呢 就带着孩子啊 住到了他们这个通州的一个亲戚家里边 那肯定寄人篱下嘛 后来呢 又为了一笔彩礼 这个亲戚呢 居然就把这个 他这个姑姑啊 给嫁给了一个姓李的一个富商呢 这个富商家的这个儿子 其实就是个摊子 根本就起不了床 等于啊 就是你是来冲喜的 所以啊 这个结婚了不到一个月 这丈夫就一命无辜了 这姑姑呢 这姑姑呢 就又成了寡妇了 好在啊 他这个从这个家里边呢 分了那么一点点的遗产 总之吧 是受尽了亲戚们的白眼 后来呢 他一生以后呢 就再也没有改嫁 他喜欢这个 跟这个关于谦他妈在一起呢 是因为啊 关于谦的这个妈妈呀 性格特别好 很文静 而且呢 就是待人接物啊 都特别的有礼貌 于是呢 他就带着他的这个过季女儿 也就是他的外甥女儿 跟着关于谦 他们一起啊 就住起来了 从他的这个姑母 和他这个过来的这个 应该外甥女儿了 一搬过来呢 这家里边 你想想 这都多少人了 六口人 那家里边肯定就特别热闹 这姑姑啊 脾气上 虽然有点怪啊 但是真的是对这些孩子 就跟亲生的孩子一样 特别的疼爱的 我有时候想啊 那个时候的人情关系啊 真的 很注重 我们亲戚之间的这种友谊 还有就是同学啊 兄弟之间啊 总之就是这种 没有血缘关系的 也是 就是有那种肝 肝脑涂地的 我为你付出 就像我妈妈那个 继父 他那个继父啊 这辈子 后来我琢磨琢磨 回忆回忆 我们家里边 我后来才知道 当然是他去世了以后啊 我觉得他是最伟大的 他跟我妈妈 跟什么这些人啊 全都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但他一辈子都在付出 而且 而且就是他付出的这些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 除了我觉得 除了我妈 对他都不太好 好 我们接着说啊 这个关于谦的这个叔叔 也是住在这个天津的 以前呢 是在这个洋行里边工作 后来呢 又跟人家合伙啊 搞这种进出口贸易什么的 诶 挣了点钱 所以他这个叔叔啊 跟关于谦他爸 完全的不一样 属于那种对家庭啊 有责任心的 这个自己的这个哥 把孩子就这么扔下了 所以啊 他觉得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 每次到关于谦他们家呢 都会送礼物啊 给这些孩子们 多多少少啊 这个叔叔的爱 弥补了这个关于谦 家里边这三个孩子的父爱 加上啊 这个无私的经济援助 这三个孩子呢 怎么着也没有受到太大的苦 起码呢 就说 能够上学 能够吃饱饭 只可惜呢 这个关于谦啊 一直想报答这个叔叔 但是呢 还没等他报恩呢 这个叔叔就离开了人世了 嗯 关于谦那时候 我才五岁嘛 所以非常的不懂事 好在这个母亲啊 嗯 知识渊博 经常呢 就会给他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听 嗯 故事 而且永远的讲完 关于谦呢 也感觉永远的听不够 但是呢 也会常常看到他们的母亲啊 背着他们在流泪 那时候他不懂啊 就老是扎在他妈妈的怀里 让他抱着他 完了以后就问他 说爸爸怎么不在啊 他到底在哪啊 他妈妈呢 这时候总是这么回答 说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很忙的 但是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很快 还没有 一直到了1937年 这时候春夏之交 母亲和这个姑母啊 突然收到了他父亲 从青岛寄来的信 说呢 这个他父亲在那儿呢 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收入也挺好 要他们全家和他的姑母 一起到青岛去度假 这封信啊 让这个关于谦他妈妈 感到很为难了 虽然说啊 一下子又接到了丈夫的消息了 可是呢 他非常的怕见他 因为他觉得 他还算是比较了解 关于谦他父亲的这个脾气的 心血来潮 根本不讲后果 想干嘛干嘛 你说他好不容易 在这个北京找到一份工作了 如果说我现在把这边工作辞了 我带着一家老小跑到那儿去了 万一 这个老公不知道是又有什么事 光汤又给我们扔这儿了 我怎么办呢 我也又没工作了 可是那时候 这些孩子 非常想爸爸 再一个呢 就是他们的姑母 也主张说呀 没准啊 我这个弟弟 回心转意了 你可千万 别错过这个机会 这个浪子回头进不换嘛 关于谦呢 因为都小啊 所以就拽着他的妈妈 死活 我要嚷嚷着 坐火车 去找他们的爸爸 他母亲啊 就有点不安 就对他的姑母说 我觉得的呀 他就是一时寂寞 想看看孩子 才要我们去的 就这么兴师动众 花了这么多钱 你说 他把这些钱 寄给我们 够我们一家子 用一年的呀 如果他要是真想 我们这个家 他干嘛不来北平呢 结果他姑母啊 又说了 你看你 你就是这样 人家就是即便 他想孩子了 他也是好心好意 让咱们去青岛的嘛 说明这个人 开始练家了呀 你可千万千万 你可千万千万 别给他泼冷水 反正 现在天气还算暖和 我们要不然 先 只带一点点东西 住上几个礼拜 看一看 如果不行 咱们再回来 还不行啊 于是呢 就在这个叔叔 还有最近这个亲近的几个朋友啊 也都来劝说 这样呢 最后他母亲不得不同意 去一趟青岛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吧 去青岛了